欧帝欧汉生,7月4日过33岁生日,女友香米拉没有送礼物,无度有偶,她近日网络日志,感情状态也从稳定交往,改成一言难尽。 生日前两天,她微博发出父亲要女儿离开穷小子男友的短文,似暗于自己和富家女友背景悬殊差异,两人感情似乎告终,但香米拉否认分手传言,宣称我们还是男女朋友,人在内地的欧帝则没有回应。 两人认识今四年,香米拉父亲在巴西经营五斤,家境富裕,认识后没有多久,欧帝送她15万钻戒定情,去年欧帝买了一个住所,丝毫是已禁,却在12月传出分手的消息,事后两人急于否认。 现在,两人再次传分手,背报是因欧帝和主持搭档莎莎走得近的乌龙绯闻导致。 昨日,香米拉迎以欧帝女友身份回说,莎莎有男友,我很信任她,对她在网络日志变更恋爱撰谎,她先说,没有看到,后改口可能工作上比较不方便表态,让大家不要把注意力关注在感情上。 感谢观看